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7日 星期五 那麼快又一個星期完結了 我們想跟大家說說這個問題 在五眼聯盟裏面 有一隻眼 脫脫的 這個就是紐西蘭 紐西蘭最近跟中共可以說是暗通款曲 而且 它是冒著天下之大不諱 現在 竟然 林鄭月娥這個賊婆出席香港注釋來經濟貿易辦事處舉行的網上研討會 向新西蘭商界領袖及社區人士介紹香港的營商優勢 同時表示希望香港能夠吸引人才及家庭成家立室的好地方 這個基本上 跟其他五眼聯盟 其他四眼是背道而馳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 已經是水深火焰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都向香港人伸出援手 就在這個時候 林鄭月娥竟然是向 紐西蘭方面 是策反 紐西蘭方面 也是因然 接受 我們十分之失望對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說這個世界有與世無爭 甚麼都將政治化 這個不是政治化 這個是人權 普世價值 尊重人權 尊重普世價值 對於一個 殘暴的香港政權 對於一個法西斯納粹政府來說 紐西蘭 已經是 犯了人類道德底線 好了 林鄭月娥在會上大放決詞 我們當然是十分之 不高興 以及認為這個人 基本上 他是洩獨了紐西蘭 洩獨了紐西蘭上面的英國旗 所以紐西蘭政府這次的表現 令他十分之不滿 不滿 當然他商界 是未真正領教過中共的鐵拳 好像澳洲 已經是 跟中共已經對著了 我們今天也會 跟大家說一些澳洲的新聞 這一節 要跟大家說說林鄭月娥這個大放決詞 將香港的所有離開香港的人 誣衊 成逃犯 這個本身也是一個逃犯出身 因為他當年 就是為了去英國 照顧他的兒子 而甘願降級 成為香港主英國的代表 因為他可以省錢 不用買機票 不用請假 就可以日日 見著兒子 這些人 是正宗的漢奸 漢奸現在給他 成為了這個中共 信任的人 對香港人 大家殘殺 我們在 講的新聞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大家記得在星期二得道以及星期二日報也多多留言 兩個頻道一起支持 激活我們的主頻道 也都使得我們的後備頻道更加 是穩步向上的 好了 他講了幾件事 講了四個topping 他說中國內地疫口發展強勁 有多強勁 數字都是假的 是不是 我們已經踢爆了很多了 這個我們不跟大家說 社會政治法局面得到解決 一點也沒有解決 為什麼 因為香港只是他們用 國安法強行將它壓下來 而且是透過不斷播毒 不斷引入病毒 不斷在社區感染 不斷在社區感染 使得 這個限聚力一直都沒有辦法解放 而且一直都限制市民聚集 根本就沒有辦法再聚到人 這是他們的權宜之計 但是香港是不是可以封關一輩子呢 一到解封的時候 香港人又會站出來 這個特區政府 又會沒有面子的 所以根本這個政治局面沒有辦法得到解決 尤其是 壓迫越大 反抗越大 香港政府已經是去到無所不宜其極的對付香港人 然後最離譜的是 不在乎逃犯離開香港 這個我們 是要 主力介紹 這個他的說法 當然 他就說港府 通過港版國安法之後 香港就行穩致遠 他承認 2019年6月 因為香港政府提出逃犯條例的修訂 而引發12個月的政治動盪 這個是林鄭如我一手造成的 林鄭指 得到中央政府支持 並成立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香港往日政治化的社會氣氛 目前已經解決 當然這個當然沒有解決 你試一下 沒有做特首之後 夠膽一個人站在街上 我就說你解決了 他承認 香港在國際間的聲譽在過去數年 遭受重創 創傷 但認為聲譽受損是由於西方媒體 對香港作出偏見及不公正的報導 批評者說報導是由雙重標準甚至謊言驅使 形容這些 是出於政治動機的訊息 既危險亦不合理 這些東西 說真的 根本 紐西蘭的報章就不應該登出來了 根本就是在說謊的謊言 你們現在幫納粹在桃枝抹粉 我們對新西蘭 納粹 十分之失望 林鄭強調 她強調什麼呢 她說 香港一向是尊重法治的地方 沒有一個令人引以為傲的獨立司法系統 現在沒有了 而中央政府最近制定的港區國安法 正能確保香港在維護法治的同時 亦保護社會繁榮安定 連這些謊言也敢說出來 他說很多人 經常試圖唱衰我們香港 但是我們 政府批評西方媒體 亦無保於是 我們會繼續與各方溝通 接觸 正如我們這次舉辦的網上座談會一樣 解釋香港的情況 也同時邀請大家前來香港參觀 親身體驗基本法賦予香港人 的權利與自由 我希望澳洲有紐西蘭有的 議員來香港 然後就會被人用國安法拘捕 不在乎逃犯離開香港 他說當被問及國際媒體報導 有不少香港人開始離開香港 移民到其他地方 會否擔心人才流失 林鄭月娥形容有關報導誇大失實 又笑言所有離開的都是逃犯 我們不在乎 我也是逃犯本身 所有離開香港的都是逃犯 包括 來英國的 去台灣的 去美國的 加拿大的 澳洲 或者去其他國家 他表示 香港一向是人們 出出入入的地方 1980年代很多人選擇離開 但1997年主權移交後 蘇聯他們又陸續返回 因為他們看到其他地方 意識到香港能給予的優勢 因此選擇重返 香港的優勢 我可以很負責的 跟這個紐西蘭的朋友說 或者跟全世界的人說 香港的優勢已經沒有辦法再回來了 因為香港的法官已經不是 再以前的法官 香港現在的法官基本上全部 大部分是狗官 可能有極少數的 還有良知微敏 其他的 全部都是喪盡天良 他們不是一個法官 因為我對法官的要求很嚴格 小時候我看包青天 我認為法官一定要公正無私 而且是要有人性 而香港現在這班官 我看不到他們的人性存在 如果 將來香港真的有機會革命成功 或者是共產黨獨台 這班法官 全部都要剝皮 是剝皮 大家知道怎麼剝皮嗎 可能那個方法比較原始 但是 大家不負 看看 周星馳的白麵包青天 好了 他表示 林鄭月娥說 我們將透過優秀人才計劃 吸引境外的 移民來到香港 吸引甚麼移民呢 鬼佬你又拘捕 基本上香港已經拘捕了很多貴人 有銀行家又被告襲警 然後印尼女記者又被射爆人家的眼睛 你想吸引甚麼人 孟加拉 羅伯仔 我們希望人民會愛上這個地方 願意留在這裏成家立室 而非緊張香港視為一個營商的地方 這個當然是不可能 他希望在這裏成家立室 他希望在這裏成家立室 我告訴你 紐西蘭 人真的很多人很純粹 人太單純 可能多見面 少見人 但是 當他們來到香港 就會出事 而香港的營商環境 根本就惡劣到不堪 現在連本地的藍絲也沒有飯 多少藍絲倒閉 大家想想 一個限聚令 令到多少行業沒得翻身 多少要倒閉 連New Way也要破產 UA 這個院線要倒閉 大家想想 紐西蘭有沒有戲院倒閉 紐西蘭的旅行社是不是會倒閉 紐西蘭 你們真的要記住 應著這個人 林鄭月娥 這個是香港的屠夫 如果你們 追捧他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你們的罪行跟平庸之樂沒有分別 你們是為納粹鼓掌 為納粹搖起納粹 林鄭月娥可能也沒有說錯的 逃犯就是 我們封面那張照片 有三個姓林的逃犯 林鄭月娥 可以告訴大家 他將來很大機會成為逃犯 不過他未必逃得了 因為 共產黨不會永久執政 共產黨倒台之日 就是林鄭文調之時 好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